欢迎收听《斗破苍穹》第108回 望着那夹杂着压迫风声而来的锯齿,老人刚哭的双手快速的截出了一个印接,轻声喝道,宁并静! 随着老人手印的结束,其面前的白色雾气忽然急速的翻动。 瞬间之后啊,一扇约有半米长宽的透明的冰镜,突兀的在其面前凝结而出了。 啪! 众齿狠狠的劈下,最后重重的砸在了冰镜上,顿时硝烟脸色猛的一变。 他发现,在他的感知之中,当他的众齿披在这宁兵镜上的时候,一股强猛的反弹力量却是诡异的倒射而出,最后将猝不及防的硝烟震得倒射出去。 望着那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的倒射而出的硝烟,老人再一次发出冷笑声。 手掌一挥,几十枚螺旋状的冰刺在面前急速的成形,然后在老人的挥手间铺天盖地的,对着硝烟就呼啸而去了。 脚掌在地面上搓了一段距离,硝烟抬头望着那夹杂着冰寒气息而来的大批的冰刺的攻击,眉头微皱,脚掌猛的一塌地面,随着一声能量的爆炸,身体暴冲而上。 身处半空,躲避开了冰刺的攻击,硝烟身体猛然旋转,手中的悬中齿借助着旋转的力量脱手而出,狠狠地对着老人怒射而去。 这旋转齿飞射而出,在几重力量的加持下,竟然犹如撕破了空气一般,隐隐有着淡淡的紫色的齿弧。 望着那暴射而来的巨大的旋转齿,老人眉头惊诧地挑了挑,这个面前的少年给了他太多的惊讶了。 然而,惊讶归惊讶,老人下起手来,可没有丝毫手软。 他双掌一开一合,竟然凝结了无数的细小的冰丝,手掌一抛,冰丝冲天而起,然后铺天盖地地对着齿身缠绕而去。 只是片刻时间,便将旋转齿包裹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的冰丝。 在这铺天盖地的冰丝缠绕之下,众齿之上所携带的凶猛进气,正被迅速地化解着。 而当他的距离,距老人的头顶仅有半米的时候,终于是完全停滞了下来。 随意地瞟了瞟,头顶上被冰丝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众齿,老人冷笑了一声,手掌一甩,在冰丝缠绕之下,众齿在半空中,呜呜呜呜地转了一圈,然后猛然掉头,狠狠地对着处于半空中无处借力的消炎,怒杂而去。 众齿在老人的趋势之下,其上所携带的劲气,不比先前硝炎尽全力一头要弱上多少。 这要是被砸中了,硝炎啊,也是难逃重伤的下场。 望着那越来越近的众齿,硝炎无奈地摇摇头,背肩微微一战,紫云翼豁然弹射而出, 霜一阵,身形急速地拔高,最后将那飞射而来的众齿躲避而过。 哦,斗气化意! 瞧着硝炎背后弹射而出的霜翼,老人的眼瞳畏索,惊愕了。 片刻后,他摇了摇头,不是斗气化意,他不可能到达斗王的身份。 难道是飞行斗技? 好家伙,这个小子怎么全身都是宝贝啊! 没有理会紫云翼带给了老者多大的震撼,硝炎趁其分身之时,身形猛然下铺,手掌之上的紫色火焰藤烧而去,屈指一弹,一缕紫火爆射而出,最后将那连接着众齿的冰丝全都焚烧而断。 失去了冰丝的驱使,玄仲齿急速地掉落,硝炎霜翼一震,身形迅速地冲击而下,手掌之上的紫火在食指连弹间,一缕缕细小的火焰将玄仲齿上面的冰丝焚烧殆尽。 在冰丝完全清除之后,硝炎这才敢再次把玄仲齿握到手里,他握住驰柄,双翼再次急速地震动,硝炎的身体猛然地冲天而起。 站在下方,老人望着那打算直接破屋而出的硝炎,脸庞上不由得泛起了一抹嘲讽与细虐。 硝炎的身形急速地拔高,然而就在紫云翼震动了两次后,他却是忽然感觉到头顶上不远的地方,森冷的寒气正在不断地散发而出。 感受到这股寒气,硝炎心头微紧,手中的众齿猛然对着上方怒刺而出,当当当当当。 手中的众齿好像刺到了什么东西,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声响,而与此同时,几块细小的冰块缓缓地掉落,最后砸在了硝炎的脸庞上,冰冰凉凉的感觉让他心中微微下沉。 他没想到,那个老家伙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坚硬的冰窖。 放弃了强行破洞的打算,硝炎双翼缓缓地煽动着,身形下降了许多,冷冷地望着那站在白雾之中的老人。 嗯,哈哈哈哈,罕见的飞行斗技,奇异的紫色火焰,诡异的身法斗技,远远超过了普通斗师的实力了。 小子啊,你究竟是云蓝宗的宗主传人,还是那几个超然大家族的少爷,或者是皇室的人? 抬起头来,看着半空中那扇动着紫黑色翅膀的硝炎。 硝炎甜甜嘴,目光谨慎地注视着老人并没有答话。 不过,就算你真的是我所说的这些身份,今天也不可能拿着地图残片离开这里。 手掌摸了摸苍老脸庞上的那道疤痕,老人的声音又是开始,逐渐的变冷了。 固然你身上有多种绝技,可你不过是一名斗师而已,虽说我如今实力大减,可是收拾你还是不困难的。 把东西交出来吧,我让你离开,我也并不想被人破坏我多年的隐居生活。 看着这个顽固的老人,硝炎无奈地叹了口气,心中苦笑道,老师,看来似乎只有你出手了,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即使他如今实力不复以往,可也正如他所说,收拾我,那就是个玩儿啊。 嘿嘿嘿嘿,的确不难,毕竟你们两个足足差了两个界别,那个老家伙身怀斗技不会比你弱的,先前的交锋只不过是试探而已,若是他真的认真起来了,你撑不过五个回合。 要老的声音在硝炎心中响起来,硝炎苦笑着点了点头,与老人短暂交锋了一阵后,他自然是知道他的强悍的,若不是现在他无法斗气话意,恐怕自己啊,早就被逮着了。 嗯,交给我来吧,我暂时控制你的身体。 对于硝炎的求助,这一回,要老道并没有拒绝,他知道,即使是想要用实战来锻炼硝炎,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 以硝炎这刚刚达到斗师的实力,挑战一位战斗意识曾经是斗黄级别的强者,那无疑是找虐嘛。 老先生,我说过,这一张地图残片,我势在必得。 先是微微点点头,硝炎低头对着老人怂怂肩,然后缓缓的闭上了眼眸。 望着硝炎怪异的举动,老人略微有些愕然,眉头微皱。 片刻后,脸色却是猛然一变,他发现一股丝毫不比他逊色的凶猛的气势,忽然缓缓的从半空中的少年的身体里散发出来。 啊,这,这怎么可能呢? 感受着这节节攀升的气势,老人平淡的脸庞上,终于露出了一抹震撼,冰寒雾气,弥漫的环境之中。 犹如是步入一个属于寒气的空间一般,周围白雾弥漫,始终都是望不到尽头的。 白雾之中,老人抬头一脸震惊的望着半空之中的少年。 片刻后,脸色逐渐的凝重。 小子,你这是何种秘法? 不怪这个老人会如此震撼呢。 虽说在这斗气大路上,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快速提升实力的秘法。 不过那些秘法的等级至少都是在地阶以上。 在这斗气大路上,能够拿出这种等级秘法的人或者势力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超级势力或者隐势的超级强者。 而在这些超级势力以及超级强者的眼中,加码帝国之内的强者,无疑只是那与明月争光的引火虫一般。 老人心头闪过一些惊恐的念头,那些实力极为恐怖的超然势力的震撼下,他已经再以难以保持心中的镇定。 难道这个小子是出自那些势力的人吗? 这,这不可能啊。 这小子虽然身怀多种奇宝,可他所修炼的功法似乎并没有超过玄体。 这可绝对不像是那些势力的作风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心中略微有些惊恐,不过片刻之后,老人便是缓缓地压下了这抹情绪,在心中自我安慰着说道,逐渐地回复了镇定。 老人的脸色凝重,干枯的双手微微一握,周围的冰寒的雾气急速的凝结。 最后在其双掌间凝固成一柄通体雪白的冰枪。 用斗气凝化成冰枪之后,老人依然有些觉得不保险。 他单手飞速截出了一个印接,然后轻贺道,丙铃甲。 随着贺声的落下,周围弥漫的冰寒雾气,顿时在老人的身体上构建了一副闪烁着冰冷光泽的厚实的冰架。 老人手上的武器,与身上穿的盔甲,都是完全由斗气所凝结而成的。 而且,这是至少需要斗灵强者才能勉强办到的。 在斗气大陆上啊,一般的人,在没有达到大斗师之时,便是能斗气外放了。 此时,越是把斗气覆盖在武器上,便是能够增幅武器的攻击力。 而当达到斗灵的时候,便能够像现在的白发老人一般,凝结出完全由斗气所化的武器和铠甲。 这种武器与防御,自然远非寻常武器和铠甲能够比喻了。 能让的老人如此郑重的竭力全力对待,由此可见, 此时,在他的心中,对忽然提升力量后的消炎,提升了何种重视的地步。 无视于下方老人全副武装的模样,半空之中的消炎,从其体内散发而出的气势,也是越来越浓郁。 到了某一刻,忽然仰天一声长啸,长啸声之中蕴含着汹涌的斗气,竟然是将下方弥漫的雾气吹散了将近大半。 望着消炎仅仅仅一声长啸,便把浓雾打破了,老人的脸色再次一变,不敢再怠慢了。 他手中冰枪一挥而去,半空上,笑声逐渐的中断。 消炎双翼猛的一阵,身体犹如大鹏一般的俯冲而下,淡淡的望着那铺天盖地的冰刺,双手对时,然后轻轻的合拢。 随着双掌互相的碰撞,一道无形的能量闪电,便从心中扩散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那铺天盖地的冰刺,便是咔嚓一声,极为壮观的,在半空中化成了冰凉的白色的粉末。 啊,这是灵魂力量。 望着那没有丝毫预兆,便被震成粉末的高速旋转的冰刺,白发老人略微一愣,旋即失声地说道。 没有理会老人的惊讶,消炎霜一一阵,静止掠到了老人上空处,手中紧握着玄仲齿,豁然地劈下。 啊,呜。 此次玄仲齿的挥动,几乎是把空气完全撕裂了。 仲齿所过之处,居然留下了一道浅浅的黑色的痕迹。 虽然这一次的攻击并没有先前那般的有气势,不过重视挥出之时,老人的脸色却是变得极为凝重起来,他心中知道。 别看这一次的攻击不声不响的,可是其蕴含的破坏之力,根本不是消炎先前的攻击能够比喻的。 他小心翼翼地退后了一步,老人手掌猛然一紧,旋即冰枪携带着冰冷彻骨的劲气,暴刺而出。 望着那竟然选择硬碰硬的老人,硝烟眼眸中明显掠过一抹淡淡的嘲讽。 仲齿骤然加速,最后与那柄冰枪轰击在了一起。 仲齿与冰枪交轰在一起,顿时一圈凶猛的能量连衣从交接处扩散而出,将整个房间的地面震到一道道珠网般的裂缝。 破! 刚刚交接,冰枪便是被压缩成一个弯弓的形状了,而随着硝烟一声冷喝,咔嚓一声,冰枪轰然断裂,冰屑四箭。 一个回合,武器竟然便是被对方轻易的轰断了。 老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颇为难看,他没料到,这个面前的少年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居然是犹如变了一个人一般。 这前后的实力根本难以形成对比。 若说先前的硝烟只是一名斗师强者的话,那么现在的他,至少已经达到了斗王的级别。 这般有些让人惊恐的巨大差异,实在让了老人心里有些骇然。 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 心头飞快地闪过了这个念头,老人脚尖一蹬,身形急速地后退。 在后退之时,双手急速地舞动着,而随着他手掌的舞动,七块闪烁着寒光的冰镜迅速地凝结而出,将硝烟想要追击的去路完全地阻拦了。 刚刚布置了七道冰镜,老人尚还来不及松口气,只听着这一声声清脆的声响,眼睛一抬,有些惊恶的发现。 那手持重齿的硝烟竟然是一路地横冲直撞了过来,沿途的冰镜还没有接触到他的身体,便是被其身体之外的紫色火焰焚烧成了虚无。 好小子,我今天倒还不信了,我隐居了二十多年,竟会被你这矛头小子搞得毫无还手之力。 老头给气外了,被硝烟这么一番紧接不舍的快速攻击,弄得心中逐渐的泛起了火气。 老人眉头一竖,脚掌猛着一塌地面,悬兵的斗气,竟然在周身十几米的地面上,冻成了厚厚的结冰。 悬兵悬杀! 双手在身前快速地截出印接,老人喉咙中猛然发出一声低吼,顿时一道道弯跃形状的冰刃在其身前旋转着浮现而出了。 冰刃是越来越多,到了最后,竟然是隐隐地把老人的身体完全遮掩在了其中,冰刃互相连接,形成了一个完全由冰刃结合起来的小小的螺旋旋风。 啊,我的冰刃,去吧! 啊!风暴之中,一声低吼传出,冰刃,风暴猛然对着硝烟卷杀而去,沿途之上,房间地面几乎是被破坏的沟壑纵横,一些水晶柜台被冰刃一路划过,轰然爆裂,爆裂之处却都是光滑如尽的。 冷眼望着那凶猛攻击而来的老人,硝烟却是忽然地指下了脚步,笼罩着身躯的紫色火焰与凶猛的气势,竟然也是完全地收进了体内。 现在的硝烟呢,全身没有任何防御,手中的玄仲齿也是被他插在了身旁。 小子,你找死! 朋友们,这大敌当前硝烟这是要干什么呀? 欲知后事如何,敬请收听《斗破苍穹》第109回 欢迎押入小桑同学交流群1050-81369 与桑子一起聊斗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